貪古審柚 五陽性 素生 你走回廣州的大街小巷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座建築物 當然就是中山紀念堂 究竟為甚麼 想知道的話跟我來 葉桂 這一間就是中山紀念堂 剛才你問我 究竟中山紀念堂為甚麼令我印象這麼深刻呢 原因就是有兩點 第一就是跟它的地理形勢有關 第二點就是跟它的建築風格有關 咦 它的地理形勢有甚麼特別呢 中山紀念堂的地理形勢可以說是非常獨特的 為甚麼呢 因為它正正位於廣州省城的宗族線上高 這條宗族線呢 就是由月秀山上高 這個中山紀念堂開始 那一路就是經過了中山紀念堂 廣州市人民政府 人民公園 海珠廣場 一路就去到這個珠江的江邊 而中山紀念堂就是這條宗族線上高 最觸目而又最有紀念價值的建築物來的 聽你這樣說呢 中山紀念堂的地理環境真的挺特別的 那它的建築風格又是怎樣的呢 那它的建築風格呢 亦都非常獨特 那你看一下它呢 它上高那個瓦頂的部分 藍色樓梨瓦頂呢 它呢就是採用中國宮殿式的建築 而下面黃色的牆 那八面的牆呢 就採用西式平面建築的手法 那麽獨特的中西結合的建築風格 真是令人呢 一見就印象難忘 印象深刻 絕對不會將它和廣州市內其他建築物呢 是混淆的 宋先生啊 這間中山紀念堂呢 是何時興建的呢 那這間中山紀念堂呢 本來呢就是孫中山先生 在廣州辦公的總統府來的 但是怎知道呢 在一九二二年呢 陳廣明叛變的時候呢 就被炮火呢 是移為平地了 那又及至到在一九二五年 孫中山先生病逝之後呢 當時廣州有關人士 為了紀念這位一代偉人 於是呢就籌建了這一座呢 中山紀念堂來紀念它了 那結果呢 就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呢 就全部落成 那七十幾年來呢 這間中山紀念堂呢 一直都成為廣州最著名的景點之一 蘇生啊 你好像很欣賞這間中山紀念堂 究竟為甚麼呢 原因呢就是我覺得 任何一間紀念館呢 一定要跟那個主人公 他生平的時跡 以及他的性格呢 配合得好 這樣才有意義的 那麼在這一點呢 中山紀念堂呢 就做得非常之好 何以見得呢 第一點呢 這間中山紀念堂呢 他的建築風格呢 是中西合璧 這一點呢 和孫中山先生 學貫中西的歷歷呢 可以說是非常之吻合了 第二點呢 就是這間中山紀念堂呢 他的建築呢 在平實之中呢 是帶點莊嚴穩重的 那麼這一點呢 和孫中山先生 平易近人的性格 但是呢 是思想 博大精心呢 可以說是配合得呢 是絲絲入扣的 第三點呢 就是這間中山紀念堂 位於月秀山的 宗族線那裡來的 是和孫中山先生的名字 中山是配合得好 好 看來這間中山紀念堂呢 真是挺特別的 我以後都要多些來欣賞 嗯